中印身见到佛光 是如何的景色光明 还是如雷鸣闪定恐怖耀眼的光 这个问题佛经上讲得很清楚 佛菩萨的光柔软的 你接触到会感觉到很舒服 很欢喜 磨的光才是刺眼的 像我们白天看太阳 你眼尽受不了 磨的光跟佛光差别就在此地 第五说 家父欠人许多债务 母亲又患了癌症需要治疗 最近弟子面临重重压力 处处碰鼻不如意 深感身心焦虑难以解脱 情发思慈悲开示 人在这个世界 都是有前因后果 我们为什么到这个世界来 好像前一次也跟诸位做了报告 外国人也常常提出的问题 我为什么到这个世界来 我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受这么多苦呢 佛的大佛很好 人生仇业 四个字就能解答了 你过去生中修的善 你这一生来向福 你过去生中造作一切不善 那你这一生来受苦 你要来受报的 所以当我们受到这些苦难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不可以怨天诱人 要晓得 这个是自己的业报 自己要承受 怎样改善呢 改善还是从自己做起 断一切悟 修一切善 真正忏悔 就起感应道教的作用 那就是我们求佛菩萨 灵不灵呢 真灵 这个就是感应 所以忏悔能改善 行善能改善 你多多地去念 廖凡思讯 多多去念 虞敬一遇遇造神迹 你就会得到灵感 你就会得到智慧 灵感智慧 能帮助你解决问题 这个比什么都好 那么现在廖凡思讯 跟这个 虞敬一公遇造神迹 这两片东西 现在有很多人 都在把它做成 这个电视的连续剧 这是无量功德 看书 有很多人不愿意 看电视 大家都欢喜 所以用电视剧的方法 来哄法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第六个问题 第一次是护法居士 最近过堂 念贡阳咒 遭到许多居士反对 要求依照老法师所说 念摄身佛号 要不然就不来道场 这时该道场的出嫁人很为难 说 一佛制必须做五堂阔 而过堂是其中之一 请问老法师怎样办才圆满 这个怎样办多听进 多听进 多了解四十真相 你的处置就如法了 五十后 依照这个五堂功课 是真有效果 现在这个五堂功课 有名五十 为什么 你只看佛教 这种衰向 你就明白了 如果我们依照五堂功课去做 认真去做 佛法决定兴旺 功课里面教导我 没有人去做 只是念念 有口无心 所以我在早年 讲经的时候就很感叹 那个时候 年轻的很多人骂我 不服 我说早晚功课 是早晨起来 骗佛菩萨骗一次 晚上又骗一次 天天骗佛菩萨 于心和人 真的不如老师念佛 应光大使就提倡教我们老师念佛 老师念佛 你心是定的 你心是恭敬的 真诚心 他就起感应 清净心起感应 我念的那么多 心是三万 念了之后 什么也不知道 什么也做不到 道理在这个地方 所以学东西要学到踏实 要道理搞清楚 然后知道怎样落实 在生活当中 那我们做的就圆满 做的就如法 所以一个道场 道场是大众的 他有他的年代越久 他有历史 又沉船 那你要想改变一个方式 里面很多老信徒 他不答应 他为什么不答应呢 他已经很执着 也习惯了 所以必须要听见 必须要明理 真搞懂了 他才晓得 学佛应该要怎样学法 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 莫后一个问题 为培养讲经受法的人才 我们离勤出家人 在道场讲经 但许多人说这是家杂 要求只能听老法师的经 请问如何处理 这个处理不要问我 你们大家商量商量看 怎么样做才好 培养红发人才 这个问题很严重 又非常迫切 我在没出家之前 就听说这些大德的居士法师 没有一个人不在喊 要为佛教培养人才 为培养红发将经的人才 我至少听了半个世纪了 这个问题没能落实 人才是有啊 学了之后都不红发了 什么原因 我在讲习的时候讲到 佛教是教育 但是现在呢 确确实实已经变成宗教了 你不能说它不是宗教 它的本质是教育 而不是宗教 那我们想一想 佛当年在世 天天上课啊 讲经就是上课啊 而且上课的时间很长 这是说明 佛的体力好 经上讲的 二十日讲经 印度的二十 就是我们现在的八小时 每一天讲八个小时 一年到头不中断了 讲了四十九年了 你说这位体力多好 这个是一般人 不能跟他相比的 他夜深当中讲了多少东西 教了多少人 受到那么好的效果 在全世界的历史上 没有一个老师 能够超过释迦牟尼佛的 谢谢大家